前脚才为大选行动室开幕 后脚又因无法上阵大选而选择拆除横幅 国阵把赌国会议席日前闹双包 马华副总会长姚长璐在确认无援上阵大选后 他的竞选团队在4号早上合力拆下行动室的横幅 现场随后扬起掌声和欢呼声 他表示他隔天不会现身提名中心 以示抗议 国阵主席阿莫扎西原先宣布 巴独国席将由国大党的柯西兰比来出征 但马华总会长魏家祥隔天宣布 上阵巴独的国阵候选人是姚长璐 不过在国阵总秘书詹比里发文告后 这场国阵候选人双包案才有了最终定案 却任由柯西兰比来上阵 我们下期见